标题,留学生经济支持断工,中产阶级教育危机的显现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日益凸显 在海外留学过程中,不少中国留学生因父母经济来源枯竭而面临经济支持断工的困境 这一现象不仅是中产阶级教育危机的一个典型例证,更凸显了超中产阶级教育压力的残酷现实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子女送往海外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 然而,这种教育成本的增加往往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在留学过程中,不少家庭需要依靠父母的稳定经济支持来支付学费、生活费及其他相关开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庭的经济来源逐渐枯竭 导致留学生面临经济危机,甚至不得不中途放弃学业 这种现象背后,凸显了中产阶级教育压力的严峻挑战 中产家庭不仅需要应对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和房价 还承担着子女教育的重担 他们常常面临着权衡选择 是继续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 还是面对经济困境,而不得不放弃留学计划 这种艰难的抉择,使得中产家庭陷入了困境 也加剧了社会中产阶级的焦虑和压力 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超中产阶级家庭也未能倖免于这一困境 尽管他们在经济上相对富裕 但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攀升 他们也面临着经济支持的压力 这种现象表明,教育不应成为贫富差距的加剧因素 而应该成为社会平等和机会公平的推动力 为解决这一问题,社会需要采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教育补贴 提高税收减免等方式来减轻中产家庭的教育负担 同时,学校和社会组织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援助计划 帮助经济困难的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综上所述,留学生经济支持断供现象 凸显了中产阶级教育危机的严峻挑战 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只有通过合力才能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包容 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